第21題 熱的傳播方式可用下圖分類 關於保溫瓶的設計原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看到這個圖形裡面說 乙是 固體物質的主要傳播方式 所以呢這個指的就是所謂的傳導 然後呢 丙呢是流體的傳熱方式 所以這個指的就是所謂的對流 而這個不需要介質的方式呢就是所謂的輻射 那就是所謂的輻射 那我們看看A選項說 真空夾乘只能避免熱量經由乙的方式散失 這是錯的 因為如果真空的話呢就是沒有任何的介質 所以可以阻擋任何需要靠介質傳播的 熱傳播方式 所以他可以防止的是乙跟丙 所以他說只有 只有乙呢這個敘述呢是錯的 那麼再來是C選項說 瓶蓋上用塑膠而不是用金屬數位避免假的方式散失 這個也是錯的 因為呢輻射是不需要靠介質 所以任何東西呢都不能夠阻擋 熱呢透過熱的輻射方式呢來傳播出去 所以他的瓶蓋用塑膠是所謂的 熱的不良導體 他是要減少因為傳導的方式所散熱 而不是因為假的方式 所以C也是錯的 那麼諸選項說 保溫瓶內的光滑 鏡面是為了避免經由乙的方式散失 乙是所謂的傳導 只要有接觸有碰到呢 就可以靠傳導傳熱 必須要找的是所謂的熱的不良導體 才能夠減少熱的傳播 才靠傳導方式來傳熱 那麼弄成光亮呢是沒有用處的 光亮是為了能夠反射 能夠使減少因為輻射關係所散失的量 所以珠的選項也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呢 只有B選項 蓋上瓶蓋密封是為了避免 丙的方式散失 因為呢 密封之後呢 熱空氣呢 就不太會對流 就對流不出去了 所以就可以減少因為對流方式呢 所散失的 所以第21題的答案呢 我們要選的是B 蓋上瓶蓋密封 是為了避免熱量 經由丙的方式也就是 對流方式來散失